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2009年8月份起 我一个人踏上了来美国的真诚 为什么来美国呢 当时其实主要原因还是赌气 初中的时候 假如新高校一定觉得自己一定能考上当地最好的高中 但是中考的时候发挥失常就没有考上新的学校 然后呢 觉得身边平时成绩还不如我同学都能去特别好的高中 心里就是非常不服气 也不想靠爸妈去戒毒 所以当当时脑子一热就就赌气说要来美国 然后其实虽然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压力吧 但是那个时候完全的未来没有过任何打算 也根本不知道去美国读高中会是怎样的一回事 之前也没有去美国旅游 对美国生活 美国的社会一无所知 可能也就这种一无所知 让我对未来 未知的未来有非常多的期待和一种特殊的excited 因为至少从听起来感觉一个离开爸妈 自己一个人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生活 非常像一种很有趣的冒险 我非常想去尝试 去体验 去感受那些 我从未见过 甚至是不敢想的事物 去敢于去梦想 敢于去想 敢于去冒险 去渴求和探索那些未知的人与物 我觉得as a great adventure 是我人生里少不了的事情 但是在来美国之前也不是没有和家里人产生过分歧 因为我们家没有任何亲戚朋友在美国 甚至我爸妈也从来没有去美国 所以我父母当然是非常担心的 因为那时候我毕竟才只有十四五岁 然后我爸妈在上一辈的人 他们的反对意见就更强烈了 甚至爷爷奶奶和老婆老爷都会责怪我父母 最后同意让我来美国念书 最开始的时候我爸妈听我说我要去美国 他们还以为我就是小孩子的意想停开 并没有treated seriously 但是我爸当时说的人话就是如果良心你能想办法出去 就是你自己能申请到美国的高中的话 我们就愿意给你经济上的支持让你出去 不然的话等到大学再说吧 因为绝大多数的同学朋友亲戚的小孩都是大学或者研究生在出去的 像我这样高中就离开父母一个人去别的国家学习的人真的很少 然后来讲一下在国内申请美国高中的情况吧 因为当时是中考考的拿到中考的考试结果了之后才决定要去了美国 所以那时候已经是六月底快七月初了 然后在美国这边学校也是8ID9月份开学 所以我的时间就是非常紧迫的 所以首先呢我不答应向我父母证明我自己的能力 我想要告诉他们我就是可以申请到美国的高中 我就是可以靠自己出去的 所以就是整个申请的过程 对于当时那个只知道白天上学的晚上回家应付作业的 刚刚初中毕业的我来说还是非常有挑战性的 所以我先去国外的网站上找学校 然后只要没有过application deadline的学校 我就会考虑不管是住住家还是住宿的学校 然后这样的话就narrow down了整个我要去选学校的list 因为那时候还能再接受学生的学校实在是很少了 之后呢然后在有了一个比较小的范围之后 我在动用我身边和我父母身边的一些资源 就比如说我的英语老师啊什么的 去了解一下美国这边的情况 比如说是东部好呢还是西部好 是住宿舍好还是住住家好 然后呢有然后我就在网上看到就是有些比较selective的学校 就会要求提供托付成绩 所以我就马上预约了就是最快的最近的一次托付考试 然后裸考了80分上下吧初三的时候 初三毕业之后 然后最终我的list上在综合了上书的过程之后 就只剩下三四所学校了 然后我就从每个学校的官网上下载了申请表格 签写完成 然后我自己写了person statement和托付成绩一起 寄到了美国那边 学校呢收到我的申请之后 没多久就会邀请有skype或者是电话面试 其实呃面试之前我很紧张 因为我从来没有那样的经历 但是其实面真的面试的时候就还好 就主要就是闲聊看一下你的英文水平达不达标 呃最终所以最终我就嗯选择了一所位于缅因州的出宿的行销 是叫fox crowd academy 然后呢八月份的时候就去了大使馆面签 也签过了 然后八月底就要开学 所以拿到签证之后马上就要开始买机票旅行李 然后再说回家庭的问题 我我知道我的父母非常不舍得我 所以在一开始他们也会说 嗯要不然你就带学出去吧 相同我也是非常舍不得家里的家里的温暖和爸爸妈妈 在爸妈帮我理心理的时候 我看见我的被子枕头和床上的毛绒文具被装进箱子里的时候 眼泪就忍不住掉下来了 这是我第一次 真真切切感受到我的去美国那个决定的分量 我虽然没有想很以后的事情 但是我至少明白了我要牺牲的是什么 我要牺牲的是我与父母一起度过的那个时间 尽管我和父母之间那个bond永远都不会有任何改变 我知道我一个人独自在异乡 每天疲惫的时候回到宿舍 那就只是一个宿舍 那是家 不会有妈妈做红烧肉的味道 不会听见有人开门的时候 就会蹦蹦跳跳跑出去 大喊爸你回来了 就这些都不会有了 所以因为在去美国之前 我都没有在学校住过 从来都是跟家里在一起 出远门也是和父母一起 所以我觉得这种也算是成长的一部分吧 然后再说到买机票 因为时间比较紧急 所以然后再加上缅英州非常远 那个学校在美国的最同北角上 我买到了最后需要转四次级的机票 因为that seems to be the only option left to me 所以我从上海到洛杉矶 从洛杉矶到凤凰城 从凤凰城到芝达哥到波士顿 然后波士顿再到美英的Bangorl机场 这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坐飞机 然后竟然是这样的波折 爸妈在行前也跟我说 机场你要怎么走怎么走怎么走 但是实际上在洛杉矶出关之后 我依然非常无助 见到一个亚洲面口 就是请求人家的帮助 然后再加上自己的肢体语言和诚实吧 我竟然还是一个人 我还是一个人拖着两个25公斤的行李箱 然后到达了目的地 碰到了学校阶级的人 然后我知道那整晚上 父母内内二十多个小时 快三十个小时 我爸妈一直没有睡觉 一直在等我的电话 所以刚去了那会儿 homesick非常非常严重 每天都要和爸妈视频 视频很久 因为真的特别想家 特别没有办法过一个人的生活 尤其是刚去的那段时间 每天晚上就是一个人的时候 就躲在被子里哭 但是包括在机场的时候 就是我和我妈都哭得特别惨 就是甚至就是在安检的那道门 上海的普通机场 那个安检的门 我刚出国那几年 每次在那个地方 都是特别不舍得 特别不舍得 但是现在六年过去了 我几乎不合家里人视频 也很感谢有微信这个发明吧 每天就跟爸妈微信上闲聊闲聊 OK然后来讲一下第一所高中 明州的那个高中 在明州的一个天原的小山村里 然后非常冷 每年都会有很长一段时间 被冰雪覆盖 然后有时候放假 就是因为大雪太大了 这种情况在加州 真的是完全痛不到 然后我刚到美国的时候 就觉得这里和我想象中的美国 非常不一样 我想的美国就是 我从网络电视新闻上看到的那样的美国 和一家中国餐厅 而且非常不好吃 宿舍里住的呢 全都是中国类学生 我的室友是一个韩国姑娘 小学书中都在加拿大练的 然后她写作业的时候不会 她会不大耳机放很大声的音乐 半夜打电话也会打到轮廓两三点 所以这些让我感觉非常不适应 因为我从来之前从来没有过任何石油 然后我在初中的时候 一直是晚上九点钟睡觉的那种 那其他不适应的地方 还有语言 学校的生活 还有饮食 学生讲语言吧 口语还是有一些问题 就不太能开得了口 尤其是和美国人交流 但是上课听的话就 还是比较轻松 我觉得我是没有经历过说 什么适应期什么的 然后慢慢慢慢的 大概可能过了一个月 也会张开嘴 比较主动的去和别人交流了 然后高中学习也不是很辛苦 然后尤其是跟国内的初中比 就是没有那么多 pressure吧 可能早上七点半上学 然后下午两点半就下课 根本没有人管我下课做什么 也没有人 也没有老师来请我做教作业 或者管我有没有教练 就大把大把的时间 可以自己随意分配 所以basically 你可以自己design 你要过怎么样的生活 然后呢 饮食的服饰 主要出现在体重的变化上 我爸 我爸妈发现几次 我去机场的时候 我还是90多斤的 苗条的一个小姑娘吧 然后12月放 放上节 我爸妈去机场接我的时候 他们都已经认不出来我了 然后就是大概130多斤 把我妈的圆化 就是你怎么变成一个苏联大妈了 但是到大学的时候 我就是已经 lost significant amount of weight although I did not do it intentionally 就是大学被虐的 就真的是突然收 然后在第一学校 每周的那所学校 中国学生大概有三十几个 来自五湖四海 因为人比较小 大家互相之间也都认识 然后有各自的小团体 学霸们和学霸们一起学习 混日子和混日子 每天一起跳课 在室舍里打游戏 然后吃吃喝喝 该找对象的一周就能找好 然后又很大一部分 就是富二代 富二代 传婚日子的 这让我实际有些失望 因为我觉得 这似乎并不是 我想要的生活 因为我真的感受到了 理想和现实的落差 可能就是因为之前 在广东的时候 连英语看美剧 看美国那些青春校园电影 还有很多关于高中生 题材的东西 所以对美国的高中生活 希望也挺高 很多浪漫主义的幻想吧 但是在这所每年周的高中 你待到大学期之后 我觉得我是根本 不能很好融入到美人 美国人的圈子里面 是 without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ir culture 他们笑话我听不懂 他们闲聊我也查不进去 大概为数几次 被美国同学搭话 就是晚上走在学校 别人的马路上的时候 那个十月课的同班同学 问我要不要买大马 这是真的 我觉得这可能也就是 住在宿舍 住在一个全都是 国际学生的宿舍 而不是住在住家里的 的一个弊端吧 就是什么都不懂 然后什么也不能问 因为也就只认识 他们学中国同学 没有地方可以问 然后每天生活 就是和几个中国学霸们 一起写作业 每天吃麦当劳 网购一些乱七八糟的 除了上英文课 和在麦当劳点餐 就没怎么说过英语了 但是后来有一天 我妈突然给我发来了 一个在Orange County的一所 私立高中读书的 朋友的儿子的照片 然后也和我交流了 下他那所高中的情况 然后我当时一看 那个照片 听我妈描绘的那些 就是加州的情况 我就特别兴奋 然后那些阳光海滩 来自世界各地的食物 各种各样的向人活动 大家都开着车上去 我当时就觉得 那才是我想要去的地方 那才是美国 我在免疫中 那个闭塞的小村庄里面 搭了那么多月 就是连一起纽约 不是都没有去过 我觉得我都不能 告诉我的家园 告诉我的 国内那些朋友们 美国是怎么样的 所以我当时就 下点决心转学 然后我是一个 有了想法 就马上会复出行动的人 所以而且再加上 我第一次 就是自己申请出去的 所以这次转学的过程 我觉得也不是很难 对我而言 所以呢 我就这么从美国的 最东北角 折腾到了美国的 最西南角上 然后去 continue my second semester of my sophomore year 然后我真的是 我现在回港甲 真的非常庆幸 当初的那个决定 因为加州是一块 让我非常着迷的土地 新的学校叫做 Fairmount Pre-Pub3 Academy 是有学校环境 与缅因小镇的那所学校 环境完全不一样 南加州的天气 每天都阳光惨难 一年四季都很温暖 所以这让我在大雪天里 过了半年的 这个我感到非常幸福 然后学校地理位置也很好 他在Disneyland对面 然后里面的学生 规模也 学生 学生 学生整个 学生就比较多 然后相对之前的 那个学校来说 然后因为 是所私利的 然后 国际学生比例非常高 尤其是中国人 然后我有一种 一下子被中文 overwhelmed的感觉 无论走到哪里 都能听见中文 可能也是因为 时间的关系 再加上这种 因为中国人很多 我的那种 sense of isolation loneliness 还有homesick 都得到了很大的缓解 然后讲一下学生情体吧 那边来自五湖四海的 中国少男少女们 依旧很有钱 I'm still happy but 因为 就 每天大家都要穿校服嘛 然后他们就逼得人其他的 然后停车场里的 保质捷 法拉利 阿斯马丁 都是他们的 高负扇们 穿的都是最潮的那种 大金鞋 Bathman们 都背着LV Chanel去上学 但是 也有很朴素的学霸们 总的来说就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吧 然后本土学生的话 有很多印度裔 拉美裔 白人的比例并不是很高 但是 但是 总的来说就是能从 这些美国同学的 平时说话 然后上课表现 修养习惯上 看出来他们的家庭背景都很好 和这些美云州的那个 公立学校的 学生群体非常不一样 所以我想说 在这样形形色色的人里面 其实对于当时我来说 非常难找到自己的identity 因为我发现 我很容易受身边人的影响 但我 我自己的identity 我不想要 由他人来构建 I want to be who I am 所以当时 刚转学那会儿 看见了那么多人 每天和各种各样 不同的人生活在一起 我就会问自己 Where should I fit in? Where do I belong to? Who am I? It seems to me that I've been craving for something I don't even understand 就是十几岁的年纪 甚至是 包括我现在 对未来是一无所知的 甚至连自己想要变成 怎么样的人都不知道 相关非常的不成熟 尤其是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 嗯 在一个环境 without 父母 没有人会 给你指点一下 可能再加上 因为我一直 书看的比较多 比较大 尤其是高中时候 接触了一些 Nihilism和Absurdism的文学 嗯 作品 让我产生了一些 Existential的Crisis 并导致我陷入过 一段时间的Depression 因为我 总觉得我在 荒毒青春 不过很 就非常幸运的是 在那个时候 遇见了我高中的英文老师 他是达成老师的英语文学 专业的本科 然后是Duke的Master 非常有学识 我觉得我的各种求知语 总能在他身上得到满足 我觉得 与他交流似乎 让我对自己的认识 对未来的想法 都逐渐变得清晰了很多 so point is 在没有方向失去动力的时候 一个很好的mentor can always provide you more than you ever expected 接下来说一下住家吧 住家并不是非常的有钱 呃 朱江爸爸父亲在家 呃 以前是个牧师 然后家庭的经济 主要是靠住家妈妈来支撑 她是呃 在一个呃 卖女性服装的公司里工作 家里一共有两个小孩 一个大学毕业的女儿 住在外面 还有一个在读大学的儿子 然后这两个小孩 平时都不住在家里 女住家要每天工作 早出晚归 所以家里一般就只有 我和男住家两个人 男住家每天就负责 送我上下学 剩下时间就做饭 买洗衣服 遛狗子 家务等等 呃 只要我吃饱 睡好 健康没问题 他就不会来 干涉我的生活 但是他们 去教堂 与他 与他们的朋友 外出 吃饭的各种选择 都会在上我 一直尝试 让我感受 美国的文化与生活 所以对比宿舍的生活 和美国家庭 住在一起 明显会感觉 more integrated geted into the society 所以 我爱上 我爱上了 跟他们都在一起之后 我爱上了吃tacko 我 第一次吃 然后 我会经常去 in and out my double cheeseburger 和chilli rice 呃 我会慢慢 understand 他们的value system and how everything works here 我的英语口语水平 也提高了很多 就 因为至少 每天放学 呃 下学 因为 男住家接送我 我至少在路上 会一直跟他交流 呃 就什么都讲 尽管我的住家 并没有把我当作 他们的小孩 一样对待 as some of my friends host families did 但是他们也 尽到了责任 让我 有一种归属感吧 instead of um treating American as a distant exotic land where there is no place for me 呃 高中生活怎么来说 还是很轻松 开心的吧 几乎 就是 转学之后 我发现 就是 呃 美国这边 高中生活 真的就是和美国 美剧里面那些 呃 dict的高中生活一样 中午吃饭的时候 会和像那个 电影 min girls 里面一样 呃 不同人和不同的人 坐在一起 分不同的座吃饭 哦 然后说到 min girls 呃 有 最近在看一本书 就是呃 从一个sociologist 的perspective talk about 呃 pare kids between girls in high school 就是真的 我觉得 嗯 popular的 popular popular的那些 cool kids 就和他们 坐在一起 然后 很 呃 学霸们就和学霸们 坐在一起 就中午吃饭的时候 真的就是有这样的 一个hierarchy 我自己的话 我在高中的时候 我觉得我一点都不popular 可能也是因为太胖了 呃 我从来没有参加过 他们那些party 呃 但是我也不属于学霸的阶级 就是能编写作业 编舞范 然后每天讲的都是GTA啊 呃 就是可能十年级的时候就开始讲啊 我要申请什么什么学校 然后或者就是讲作业什么的 但是 所以 平时生活很自由 嗯 好朋友们都买了车 饭死了 有时候也会带着我去吃好吃的 玩好玩的 周围的景点和美食都赚了个遍 然后 LA这一带 就是那种 vibrant multicultural的那种氛围 我也非常喜欢 但是我觉得这 都不是轻松开心的重点 我觉得美国开 美国高中 嗯 compared to chinese high school 最好的一点就是 想课的自由性 我可以上我自己喜欢的课 所以我有兴趣的内容 可以把社学生物 化学物理泡在一边 不用 呃 说几端点 就是浪费时间 在我认为是很痛苦的事情上 因为我觉得解除一道 特别高难度的奥数经济 其借我的未来毫无影响 因为我不会去做数学家 科学家 I mean I can be better off if I spend the same amount of time I'm doing something that I'm interested in 呃 高中 甚至大学 都是一个 exploration的过程 因为十几岁 二十几岁的青少年 who barely knows anything about the world 是几乎不可能 对未来有个明确的方向呢 就 就算是从小就 有一个坚定的想法 比如说 我想做个政治家 那个想法也可能会因为 各种生活中 encounter the contingencies 而改变 所以在高中的时候 如果有一个很 flexible的 curriculum 就是 basically 上什么课 都是你自己选择 没有说会要强制你学什么的话 就会非常有利于 去探索一些 嗯 不可能就从未接触过的东西 所以像理工科不好的 我就选择都是片文科的课 比如说戏剧啊 美国政治 美国历史 欧洲历史 英语文学 尽管英语不是我的母语 所以在 being exposed to 各种各样的老师 书籍 knowledge 之后 我至少明确了 我不适合的是什么 我curious about的是什么 我想要在哪一个领域 继续探索新的秩序 至少我认为 我在acdemic方面 非常independent 不会因为大家都觉得 美国数学简单 而会去上 呃 可以boost GPA的algebra 我觉得我交了学费来美国念书 并不是为了学那些 我已经在国内学过的东西 或是单纯的能为了上一个好大学 去使出各种手段来提高我的GPA 我学习更主要的是为了满足我的求知欲 那我这么说可能也是因为我比较idealistic 呃 那么怕学习其他方面的话 我也会参加学校的活动 因为 美国的高中真的 is supposed to have fun I think 呃 比如说舞会啊 各种舞台剧啊 还有学校组织各种各样的event 就比如说 什么pajama day啊 就没有所有人都穿上衣去上学 然后每年的 Halloween 我都会兴致勃勃的和朋友商量 要怎么dress up by the way 今年我dress up 来给日本的那个 异技 满脸出的特别白 然后 Thanksgiving的时候 大家会一起去教堂吃火鸡 啊 然后 那个sweet potato 还有pumpkin pie 呃 我还是学校网球的Varsity的队员 嗯 网球技的时候 每天放学的时候都会继续练 每周 还要去别的学校打一次比赛 所以 嗯 然后我 还学了spanish 然后我还学会了怎么化妆 然后how and many other things like how to bake 然后 嗯 总结一下 申请记之前的高中生活吧 呃 我想quote一段modern family里面的话 就是modern family是我最喜欢的美剧 然后 我忘了是哪一剧 但是里面那个 呃 里面的一个呃 小小孩 然后就是他要作为学生代表 在呃 middle school的graduation ceremony上发言 我认为 我认为 I'm here representing my classmates when they're so awesome they should be up here themselves but I'm up here and I'm seeing stuff because everybody's got their stuff whether you're popular or a drama geek or cheerleader or nerd like me we all have our insecurities we are all just trying to figure out who we are I guess what I'm trying to say is don't stop believing and get this party started 所以这样轻松一块非常diverse的生活小中生活一直持续到大学申请期也就是差不多每年的这个时候因为很多大学申请我觉得应该都是第12月份或者是1月1号所以现在这个时间真的很忙因为12月1号应该是最后一次SAT的机会了就是还能送到学校去 所以你记真的非常忙因为首先要关注自己的学习自己的GPA然后还要抽出时间准备托付和SAT然后AP尤其是AP的课要花很多精力很多时间因为英语不是我的native language所以这单词还是非常头疼的 但还好就是我的英文阅读量相对来说比其他的国际中国学生要稍微多一点所以有些单词在之前看的reading里面就是见到过会比较好记忆一些 然后使在在中国被爸妈逼着上的一些备考班教的一些考试方法也多少有点用处吧 但是总共来说能考出什么样的成绩我认为主要还是在于自己愿意花多少功夫去背单词去做练习 因为每天两点半放学之后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你选择出去 还放还是在家看你的flash card背你的单词 it's up to you 然后最近在大学就是最近这段时间我也是和我相识的就是管招生的一个美国教授闲聊 他说中国学生have a really bad repetition in many things 然后我回想到我高中生活的时候真的是不得不承认这点首先就是prederism 在高中的时候在必修的写作课writing and composition的课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中国同学都会从网上照搬照大段文字甚至是整篇文章来应付作业 因为就算被老师发现也只是警告一下而已 但是在大学里我是真的知道了就是如果只要有一句话没有proper的citation的话 就算没有被开除也至少会ruin your academic career 然后是有小部分同学考SAT都会抄袭坐在旁边的美国人或者去厕所里用手机查单词 这种就是总的而言plagiarism这个现象在中国的留学生群体里面被发现的几率非常高 所以I guess we earn our bad reputation 但是我自己的想法的话我觉得学习并不能太功利主义或者带着太强烈的目的性 如果只是为了一张好看的成绩但不能maintain your integrity的话 我觉得是非常不值得的 因为我个人非常value integrity 然后根据我的教授的人话就是中国学生在申请学校方面的reputation也不是很好 一方面非常多的中国学生的成绩单都是造假的 然后就是成绩单上显示出来的成绩和他们实际上来了美国这边的音水平非常不符合 然后第二点就是很多中国学生的personal statement都是由别人或者是中介代写的 如果一个学生托付只有80分但是PS叫的非常perfect 美国这边的招生官是能看出来的 一旦他们有任何怀疑就可能make judgment on everything else with bias 而且很多中介写的文章本身也有很多问题 我认识一些高中同学的申请文书在交上去之前他们甚至自己都没有看过 对于他们来说申请大学非常简单 就考一个差不多的托付和SAT剩下的交个6万人民币给中介 中介全能搞定自己根本不用管 我为什么不用中介呢 因为我自己本身对中介一直持有怀疑的态度 首先我并不想把自己的未来交给我不认识的人 因为中介代写PS的人即便是哈普业毕业英文写的再棒 表达出来的可能也不是我想要的东西 我想要大学知道我是怎么样的人 而不是那些代写的人是怎么样的人 而且可能国内很多中介的代写人自己的英文还不如我 第二天我就觉得写PS不但是一个特别好的向大学展现自己的机会 但是因为自己对自己的交代吧 在写PS的时候我还可以仔细的回顾一下 我这高中三年到底做了什么 学了什么成长了多少 achieve了什么 有什么觉得自己 有什么自己觉得骄傲的事情是值得和大学去说的 我究竟是浪费了三年的时间和金钱去吃喝玩乐 还是成就了更好的自己 然后我认为在写PS的时候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在要在里面表现出我的passion和commitment it can be anything 即便是很小事情 比如说baking 我觉得如果展现出自己对某件事情 或者某样东西非常强烈的interest和commitment which can be manifested in your daily practices的话 我觉得大学是能看出来的 因为我觉得大学 每个大学都希望能招受一个充满热情与动力的人 不管是学习还是其他方面 这样的人有执着的信念 并会为自己去行动 才会对大学这整个community做出贡献 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后作为alumini 所以我当时在教UC的personal statement里面 一篇是关于六四学潮的反思 还有一篇是去西藏的游记 因为当时我对历史和政治都非常感兴趣 然后也有自己的观点 每个字都是我自己所思自己所想 因为我觉得I'm eager to show college my arguments,my ideas 即使我现在再回过头去看 当时写的申请的那个personal statement的话 我觉得其实里面提出的argument 真的是非常幼稚可笑 但是至少I made my point 然后在加上去之前 我一共找了七次 我之前提过的那个英语老师 让他就提出一点看法吧 I know how to improve my essay by making my arguments stronger 在他的帮助下 我一共搜导了七次我的PS 尽管用的语言一看就不是from native speaker 就是有很多语法错误 我觉得我还是非常清楚的 想他就表达出了我的意见 我的思想 And I believe that is what only matters College can tell the effort you put on it 所以我就got accepted了 然后再讲一讲选校的事情吧 其实我当时不是很想来考 因为我 我像我前面说 我很想去Moss 我想去Explore不同的东西 所以我当时特别想去NYU 去纽约 因为对我来说 可能纽约就是美国的一个想着 It's modernity It's high fashion It's everything 然后 但是最终我还是选择了考 And I think that is That was the best decision I've ever made Because it has a lot to offer 所以转向大学吧 考的话 我现在是 double major in history And East Asian religion Thought and culture 我们学校的History Department 一直就是美国的第一名 然后我们的Buddhist Studies Program 也是在美国是最强的吧 所以相应的 我就遇见了非常多很厉害的 遇见了很多很厉害的人 不光是教授 还有那些研究生导师 就是GSI 他们很多人都是Hover毕业什么的 有非常 strong的academic background An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lessons I learned in Cal is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resources you have in college 怎么利用大学的资源呢 比如说一个就是图书馆 像我主要是研究东亚方面的 所以我就一般去东亚图书馆比较多一点 然后东亚图书 我们学校的东亚图书馆是 除了Congress的图书馆之后 藏有东亚方面之类书籍最多的图书馆 而且那个图书馆建的非常漂亮 我认识了很多研究生PhD历史的 就是来伯克利主要 也就是因为我们的资源非常好 可以帮助他们的research 很多很多 然后呢 就像我刚才前面讲的一样 It's a process of exploration 因为我觉得大学和高中非常不一样 你在大学里就会被exposed to many things 各种各样新的知识 新的东西 新的人 然后我的意见就是 Try anything that interested you You want something you want to learn about because you will think yourself later 至少我就是 就是 对的确大学里所有东西都很难 然后 Can be really challenging 但是 就比如说像 我这样的文科生去学什么量子物理之类的 但是我觉得 It does not cost you anything to simply just try 但是 You might say Well 我不想毁了我的GPA 因为我想去一个很好的研究生 Master program 但是我觉得 大学的意义就是 各种尝试 各种体验 如果 目的就是为了拿4.0的GPA 去一个很好的 研究生学校的话 但是 然后你就执掌那些简单的水课去上 然后 学你很有把握的东西 我觉得 嗯 比如AOC太功利了吧 就没有充分的利用好大学的资源 呃 我自己的话 我 这 三年多 学了很多东西 学了 进了南美史 然后 发现 南美 拉美洲 尤其是 墨西哥 他们那些壁画 特别棒 还有 嗯 嗯 学了 学了很多新的知识 比如说我不知道 什么 Armenian Genocide 然后 还学了过什么 古代印度识 嗯 佛教艺术识 呃 各种各样的东西吧 每个学期都想学很多很多课 嗯 因为我觉得 I'm curious about everything eager to learn everything that is available to me 很多同学都会想 嗯 提前毕业 三年就 毕业 然后 完了之后 马上就去找实习工作 然后 呃 去抽H1B 拿绿塔 步入正轨 走向人生巅峰 但是 我决定我要读五年大学 然后 其中一年在日本 因为我下个学期就要去 日本 study abroad 嗯 其实我现在学分就已经可以毕业 然后我的毕业论文也上个学期写完了 但是 我真的非常舍服的离开Cell这个 Wonderful的地方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学够 我还有很多 我非常有心学的东西 没有机会去学 然后 然后在 这样一个 非常 competitive的大学里面 压力会非常大 我 每天都掉很多的头发 然后 当然你 就自己对自己的定位也会产生变化 因为 在高中的时候 我是 嗯 我那一届的中国人里面去的最好的大学的人 但是 在大学里面 我各种各样的厉害的人 周围全都是 嗯 学术背景非常很厉害的人 而且听他们说话 有些时候都能感觉到差距 但是 I mean I can learn from them 那些很棒的同学 也是 作为一种资源吧 可以 去理由 嗯 然后 讲讲未来吧 嗯 因为我已经写完了我的毕业论文了 嗯 然后 by the way 我的毕业论文是 嗯 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日本古 呃 日本史 然后我毕业论文是 讲的是一个 嗯 为什么 呃 contemporary的 日本 呃 日本的文坛里面 那么多人会选择自杀 所以我主要研究的是 解创龙之界太宰治和三老牛基夫 他们三个人的自杀 呃 有什么区别啊 然后为什么要自杀啊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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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是 作为历史系的毕业论文这样教的 嗯 所以 我下个学期 回去日本 交换 然后再下个学期 就去日本交换一年 然后回来上 最后一个学期 然后毕业 所以 一共是上五年本科 然后之后 之后我觉得我一定会去升级 Master 但是 PhD就不是很确定 因为历史系 只 只offer PhD 就是在Berkeley的话 average 是九年 呃 对 因为我觉得本科 as I have been exercised the whole time 是一个 呃 对这种通识教育吧 就没有很深入的去研究一个东西 但是我想要 I want more 我想要知道 更多的 我感兴趣的东西 我想去继续的钻研下去 所以我可能会去念PhD 但是九年真的很久 好像 嗯 我也不知道 但是至少先去念Master吧 嗯 基本上就是这样了 也非常感谢大家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